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论语《魏灵宫篇》第26节词曰 物又即使之缺文也,有马者借人成之,今王义夫 物就是指孔子,我 游就是指游符 猴子或者猩猩和人差不多,所以游呢,也有野 差不多,意思在这就是野 吉就是从后面追上,用手抓住称之为吉 就是认识到,达到,做到称之为吉 那么在这就是指认识到 识就是识,识是什么呢,就是阳光通足,光线通足,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真的吧,识就是那个样子 那么过去就是那个样子,就是识 将来就是那个样子,就是识 祖宗发明这些东西,这些字呢,也慢慢的品都能搞得到 在这这个识呢,就是过去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叫历史,经历过的那个事 发生过了的事,所以这个识呢,就是指过去发生了的事情 缺,我们说就是缺嘛 损,破,少,通通为缺 那么这个缺呢,就指是房屋啊,自主没有墙,没有窗户,就是一种 只有盖吧,就是瓶子呀,或者是什么 那不是又不是室,也不是房子,称之为缺 那么这个通,这个地方通缺呢,个缺少的缺,就是少的意思啊 这个损了的,或者是这个破了的 文就是指花文,就今天我们指的文字 那花文是弄来弄去固定下来,就形成我们今天的文字嘛 就是缺文 那么孔子的意思就是说 我还认识到啊,历史上这些书籍 历史是什么,就是用文字来表述出来嘛 或者用语言,用什么歌曲流传下来的 那么在这主要是指就是这种文字型的啊 记载,呃,承载的一些信息呢 嗯,缺少文字啊,丢了文字 因为祖宗那个时候,说这个文字传承啊 到我们今天现在也是,你就是印刷的啊 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纸上老花啊 自己脱落啊,你还重新要啊,重印啊 你才能使得这个文化,这个这个所谓的文献啊 这个文章啊 文字啊,能够继续下去 你就现在说,那个电子版本的那也是有寿命的 都有寿命 那么在古老的时候 祖宗就是写在竹箭上 那个笔墨啊,那个胶质啊,那这也是很差啊 几十年,那就是再重新腾写一遍 就是竹子耐烂,那也要 如果再潮湿的情况下,或者保存不好 那几十年就完了 那字迹模糊,肯定祖宗一直 从事这种重新腾写啊,重新转路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啊 文字就会缺少 这是说一种自然现象,不是人为的去做的 当然了,祖宗也聪明 和我们现在的人都一样,都聪明的啊 为了自己吃一口饭 不用劳动 而去得到别人的这种劳动啊 那么就会成功有意 故意的天或者家 其实呢,不光是缺 那么孔子的这个境界 倒不会以小人之心,做君子之术了啊 所以人家故意的去缺的 故意的减的 当然这种现象肯定是有 你想为了统治阶级自己捞点好处 像今天现在也是所谓的水军 都一样的 明知道那个人在那儿 就是啊,我非要发的 我不说啊 我得把他隐含在里头 把你绕乱了他 好像我说的是个理 就故意的 自己也知道真理不是那个样子啊 都一样啊 自古以来 人就是如此自私啊 所以孔子在前面又是什么藏魂钟啊 又是不悦啊 如之河,如之河啊等等吧 都是这种现象 那么在这呢 孔子也针对的就是说 在文字缺少这方面 那么他认识到一些东西 那当然孔子也是很拥摸的啊 那么说 大家实际上这是很正常的吗 那么孔子就打了一个比方啊 这种现象呢 他认为呢 就是说是一种隐含的也是很多的意思啊 就好像哎 有一匹马哎 养的马吗 有人家养的马 哎 有马 有就是手拿到吗 马就是那种动吗 四条词我们都知道 那么孔子写这个字的时候 也就是画了个马在那 那个 戒 戒就是挪用 哈哈 没有先挪用过来 哎 完了以后你要还吗 后来戒还要还 戒就是 和那个 如是是假定啊 这种就是直接就是 挪用啊 到谁家去戒 就挪用人家的劳动成果 最后就要通过自己的劳动 就还嘛 哎 这个意思 城城我说过 就是爬树 人爬树上去 接触树的高度啊 到达哪些地方啊 那么就后来这个城呢 有借用啊 依靠啊 的意思 那么在这呢 就是骑啊 一样都是城嘛 就是借给别人啊 去 骑 因为马骑着可以快速嘛 地人的速度快 那么交通啊 甚至马还可以脱肥重物啊 运输啊 那么就是有马的人 把马借出去了 金 金就是 当下啊 就是现在的一刻 随时随地的 就是就是现在 网 这个字呢 就实际上是网啊 我们祖宗用来 网鱼啊 网动物啊 那个网 从网里头逃走了 那就是网啊 网啊 就是逃走了 那么如果是文字啊 逃走了 那就是网了 我们脑子的信息 心里做东西逃走 那就是网了 很有意思 这个网呢 实际上就是逃走 就丢失 没有了 那么金王爷夫 就是叫人先去去 用 结果马跑了 就相当于这么一个事 就说 我们看到的文献里头 全文少词啊 就相当于 本来有啊 叫人家借去了 马跑了 或者马死了 反正是不还了 就是打了那么一个比方 没有了就没有了嘛 那么我们后人 要有蛛丝马迹 马走了 还有马迹呢 所以我们作为人 就是前面空中要讲到 要有所事也 我们能够去印证 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 其实就像前面所说的 有所欲者 其有所事也 那肯定还有嘛 有所回者 其有所事也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道理 那还有个马迹嘛 所以孔子在这 不乏幽默 那么他也告诉大家 那么其实 自古以来就是这种现象 就是说我还认识到 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 一些文献里头 挑一手字 就像说有人家有马 借给别人去使马跑了 叫人家去 那马跑了 丢了吧 就是说是这么丢了的 当然了 这里头是故意丢的 还是有意丢的 那就大家自己去想象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现在所传承来的 祖宗共同的文化知识 信息 为什么好多人也都有感慨 有篡改 那就是篡改 有意的 我们能看到 那么有 是无意的 错简单 你像论域里头 有好多 那么还有呢 就是缺字 其实呢 我们祖宗也是 越不容易懂得 越不容易篡改 我们才能搞到真的 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如果拿出自己心里头 那个东西去印证 有所事 给来的 蛛丝马迹还是有的 马借走了 跑了 那马迹还有吗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